一个腕表竟然可以准确定位老人所在的位置 老人只需按下呼叫器按钮 社区网隔园不到三分钟就赶到老人家中 这是如何办到的呢 快捷的绿色通道方便的就医条件 这些创新的养老模式 又会给重庆的老人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 一氧结合养老新招 走遍中国正在播出 讲百姓身边是看中国新变化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走遍中国 前段时间我们在互动平台上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 您的身边出现了哪些新的养老模式 给我们提供消息的网友非常多 其中一位来自重庆市壁山区的网友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说在壁山有一个特殊的老年人养护中心 这儿呢既是养老院也是医院 有疾病的老人在这儿可以享受到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 这是真的吗 我们今天就来到了这位网友所说的养老中心一探究竟 清杠老年护养中心给我的第一感觉 不像是一家养老中心 这里更像是医院 护养中心的职工也大都是医院的工作人员 每天护士长都要在护养中心里寻查 他告诉我 清杠这种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 给患有慢性病的老人带来了很大方便 68岁的史英入住清杠老年护养中心已经三年了 每天下午他都会到护养中心的康复室做康复医疗 平时哪儿不舒服吗 我平时我就是腿双脚 膝关节疼痛 酸软 没劲 主要是腿部的按摩是吧 主要是腿部 那没住这之前是怎么去理疗的呢 没到这来的时候就门诊挂号 有不同的医院都去看护养 去医院最频繁的时候是多久去一趟啊 最厉害的时候我每天都要到医院去 每天都要到医院去 每天都要到医院去 那来回这样方便吗 来回就不方便 怎么不方便呢 坐公交车呀 坐公交车的解车 上下车就是个不方便的事 有时候不注意它就跌倒 跌倒了哈 那有人陪着 得有人陪着一块去吗 我不要人陪的 我很要强 那奶奶的现在住的房间离这儿大概有多远啊 我现在住的哈 我住的上楼 我住的五楼 这是三楼 挺方便的 坐电梯下来就可以 电梯从五楼下三楼 那几分钟就可以到了 在清杠老年护养中心 像史英这样患有慢性病的老人 还有三百四十位 住在这里 他们就不需要在养老院与医院之间奔波 据不完全统计 在中国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中 有近一半都患有慢性病 他们需要定期到医院复查 到康复室进行恢复性训练 为了满足患有慢性病老人的需求 清杠护养中心 一共设有六间理疗室和康复室 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 医养结合的服务 难道仅仅是在护养中心 配备几间医疗室吗 值班医生告诉我 医养结合并不简单 需要对护养中心 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 并提供与之相配套的医疗服务 为了让我更直观地了解 何为医养结合 他决定带我在整个护养中心走一圈 我发现护养中心分成了不同的功能区 这里主要分了哪几个区 我们先当老年护养中心 主要分了三个区 养老区 护养院和慢病区 然后我们养老区的话 就根据老年人 他自己的生活能力的不同 然后分为了自理区和介護区 那我们现在在的是 我们这里是护养院 那这边主要针对什么样的老人 我们护养院的话 主要是收入了一些 存在有慢性疾病 但是就是说病情相对比较稳定的老年人 但这些老年人的话 我们生活上是不能自理的 护养院的话 然后这边老年人的生活 基本上全部都是由护养院专门的进行照顾 有护养院人照顾着 我带你去看看 楼上边走 这里就是慢病区 慢病区 我们这里又分了三个病区 是老年科 康复科 以及神经内科 那这边主要收入什么样的老人呢 这里主要收入的是 在医院度过了急性期 然后进行慢病康复的那些老人 那慢病区能给这些老人 提供什么样的医疗服务 相对于护养院来说的话 我们这边慢病区的话 更侧重于医疗方面 在养老院进行功能分区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根据身体状况的差别 不同身体状况的老人 入住不同的分区 那么我十分好奇 护养中心到底是通过什么标准 判断老人需要入住哪片区域呢 今天 胡光群在女儿的陪伴下 到护养中心准备办理入住 可是在入住之前 她要先做一份特殊的问卷 奶奶今天题目难不难 不难 不难啊 我能看一下这个题目吗 题目好多啊 有计算题 文字题 还有图像题 这些题是对奶奶哪方面的评估啊 对一个我们就是认知的一个评估 它包含有就是定向力啊 计算机 注意力 言辞回忆 还有理解啊 视觉空间的一些能力的一个评估 各个方面能力的评估 那为什么要做这些评估呢 做这个评估的话 就是通过这个评估 我们可以了解了婆婆 营业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能力 以及我们还有一些就是中和的评估 就评估出它的一个护理级别 就评出来有自理 借座 借户 全户一 全户二 以及特户 根据这个护理级别的话 我们就安排老人就是入住 到底入住哪一个区域 就是入住的时候要划分是吗 像我们之前已经入住的这些老人 这些是已经入住老人的档案吗 对 打分 像这个老人的话 他那个评出来的分数就是三分 满分是多少分 满分是一百分 他越低的话 然后就是他的能力的话是越好的 越低越好 这个老人是三分 所以说他评估的级别就是自理 所以这个老人的各个方面的能力 都还是比较强的 对 像这个老人的话 他评出来的话分数就是四十三 就是一个全户一 那今天奶奶做的分数是多少呀 三分 三分 奶奶是完全可以自理的吗 自理的 原来所有老人在入住前都要做综合测评 这样可以让医护人员全面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 从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医疗服务 那么入住不同区域的老人可以享受的医养服务又有哪些不同呢 首先在护养中心 不同区域的房间配备也有所不同 疗养区的房间与普通养老院的房间一样 而慢性病区与护理院的每个房间都配备了有针对性的完善的医疗设备 墙上是我们的医疗设备带 那那个黄色和蓝色的呢 蓝色的圈是我们的中心供养的出口 黄色那个圈是富亚吸引的出口 我们这个医疗设备带主要是一个应急备用的作用 如果老人出现突发的病情变化 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老人提供这些抢救措施 不仅如此 我还发现有些老人的手上会佩戴一个特殊的腕表 那么这些腕表又有什么作用呢 护士长决定先带我去监控室看一看 这个是一个什么呀 这是我们的监控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可以看到老人日常活动的范围情况 这一整个就是老人的范围 对对对 那这一个一个就是隔间老人在哪 现在有一个报警信息 刚刚护士长在给我介绍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警报响了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看到他们在非常紧张地联系着 我们一会儿跟护士长一块过去看看 为了安全起见 护士立即前往老人所在的位置 来 老婆 你先到了 奶奶怎么了 没事 她刚刚睡着了 奶奶刚刚是发生什么了吗 是这样的 刚才奶奶在这里睡着了 所以就触发了我们的禁止报警系统 还好 只是虚惊一场 那么腕表在什么情况下 才会自动启动报警系统呢 老人的带着腕表在这里 十五分钟没有移动位置的时候 我们的监控平台的系统就会自动报警 哦 她刚刚是自动报警 对 自动报警 然后就定位老人准确的位置 这样工作人员接着报警信息 就会来到老人身边 查看出现了什么情况 除了一个自动报警系统之外 然后我们的监控平台 对腕表的功能定位 还有一个就是自动的呼叫报警 当老人家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他就可以按动上面的呼叫按钮 这样工作人员就可以 及时地来到老人身边给帮助 既可以自己按 也可以自动报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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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人他带着腕表 在我们区域活动的话 如果离开了我们整个监控的范围 也会自动地报警 那有发生过以前腕表报警的一些事 对 上一次有一位带奶奶 她就在公司里面看书 然后突然就心脚痛发作了 这个时候她就按动了 我们腕表上的呼叫按钮 工作人员就立即来到老人的身边 给老人服用了消瘡甘油以后 冲突就缓解了 还多亏了这个腕表 对 对 在护养中心 患有心梗 哮喘等疾病的老人不在少数 护养中心为了实时监控老人的活动情况 都给他们佩戴了腕表 可是 我还有一个疑问 虽然青杠有基本的医疗设施 可以解决老人的小病小痛 但是没有急诊室 手术室 如果老人一旦发生突发情况 他们又该如何解决呢 上午例行检查的时候 陈家政告诉护士 他心脏特别不舒服 护养中心的医生立即给他做了心电图 经过医生的初步诊断 心电图的结果有异常 老人需要到医院做更细致的检查 护养中心的医生立即与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的急诊室联系 在将陈家政送到医院前 护养中心的医生通过护养中心的远程 心电图仪器将刚做的心电图 传送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这样老人被送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后 就不用再重复检查 而是可以直接就诊 刚才陈家政老人就是由我身边的这辆救护车 送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这辆救护车有一点特别 因为它只负责接送护养中心的老人 如果老人遇到任何的紧急情况 需要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的话 救护车会第一时间把老人送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而医院也必须无条件的 第一时间为老人进行治疗 那么我很好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为什么要为护养中心的老人 开设绿色通道 他们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重医副医院是青钢老年 护养中心的主办方 投资方 也就是说是我们出钱出力出人 去办的这样一个独立法人的 老年护养中心 特别包含了医疗的元素 医养结合 那这个绿色就医通道 具体是怎么运行的呢 当我们在青钢老年护养中心 那些20小时值班的医生和护士判定 这个老人需要转到我们院本部来治疗的时候 我们立刻就通过 我们在那边20小时值班的救护车 以及值班的医生护士 把它转运到我们院本部 重医副医院来 因为大家知道 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 当一个老人转过来 如果说需要做CT 他直接就在我们这个CT史急诊科 就去增置了 因为他陪伴的有医生 所有的医生都是我们院本部的 护养中心 依托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支持 给老人提供了专业化的医疗保障 在医院就治一段时间 病情得到了稳定 老人就会转到护养中心的 慢病区进行调理 四五六七 优先就医的绿色通道 已经每个房间都配有完善的医疗设备 清杠养老中心确实能为老人们提供非常完善的医疗服务 但是这种养老模式可以大范围的推广吗 住在这儿的老人 每个月的费用又是多少呢 奶奶您好 奶奶您在这儿住多久了呀 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 那这个每个月费用要多少啊 四千多 四千多 那您觉得这个费用合适吗 能接受吗 可以 费用大概多少一个月 两千七 加伙食费了 两千一 两千一 加伙食费大概是两千七的样子 那费用多少啊 这儿一个月 两千七倍费 两千一 就是二千一 两千一 一个月 一个月住宿费 住宿费 那您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吗 还可以 还可以 由于需要花费资金购买医疗设备和聘请专业的医护人员 因此入住护养中心需要支付较高的费用 而对于一个人均月收入仅有两千一百五十元的重庆城镇家庭来说 也许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清告费养中心是全国首家由公立医院办的养老院 它的设备齐全服务人性化 能满足老年人对于医疗方面的需求 但是由于目前还是以商业运营为主 对于大部分的工薪阶层的老年人而言 这个价格似乎有些过高了 那么他们又是否能够享受到价廉至优的 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呢 我们在互动平台上得到消息 就在距离碧山区不远的大渡口 就有这么一家医养结合的养老社区 我现在在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 新一社区的老年人照料中心 这间老年人照料中心有一些特别 它的一楼是养老院 二楼呢就是社区医院 住在养老院的老人 只需要通过乘坐我身边的这个直达电梯 就可以非常轻松地到达二楼的社区医院 所以在这儿的爷爷奶奶 不仅生活起居上可以得到照顾 而且在医疗服务方面也能够有所保证 正是因为如此 这间照料中心也是吸引了很多社区里面的老人 选择到这儿来医疗养老 大渡口新山村街道 新一社区的日间养老照料中心 是重庆第一家提供全托日托 及上门服务的养老院 目前已经有289名老人 享受到了不同层次的社区养老服务 四年来每天早上 韩素卿都有女婿送到照料中心 2012年4月开始 她就成为新山村街道新一社区 老年人照料中心的一名日托老人 为什么送奶奶来这个徒劳所 因为在我们家里这个托管所比较近 一个我们母亲病啊 还有高血压 没人照顾 所以说我们到这里有医院 还要检查身体 免费的 所以我们感觉的还可以 那他们这边怎么收费啊 我们那人是我问的 他们是每天是29元一天 每天29元 对 晚三餐吗 晚三餐 我就可以 奶奶在这开心吗 开心 在这四年了 又不交到什么朋友啊 比葡萄刷新 她就得高兴 我们也就得高兴了 对 在托老中心 老人不仅解决了一日三餐 也交到了志趣相投的朋友 消除了孤独感 为了让老人在托老中心 享受快乐健康养老 托老中心还别出心裁的 为老人们定制了一系列健康锻炼课 每天上午十点 工作人员会组织老人做保健操 而五书之后 则有八段锦唱歌等等兴趣班 大部分的老师 都是社区志愿者 或者是大学生志愿者 不仅如此 社区医院每周末 都会到托老中心 举办健康讲座 除了像谭素卿这样的日托老人 在社区 还有一些身体状况不太好 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老人 为了得到医养结合的照顾 他们大都会选择在 社区托老中心 全托养老 而且每位老人每个月 只需要交纳1500元 为了更好地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 在入住托老中心之前 老人要先到社区医院 做全面的体检 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刘兆伦在托老中心已经居住了四年 由于患有高血压 每隔几天 他就会乘坐电梯到二楼的社区医院测量血压 郭医生您在给爷爷寄血压吗 爷爷今年的体检状况怎么样 体检还可以 还可以啊 大概多久来做一次检查 现在是这里面 我现在是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全面的检查 那平时会来凉凉血压什么的吗 我只有每天早晨 中午晚上三次 原来家民并检查 在建立了 就这年只讲了 十年了 他们这个检查还收费吗 不收费 不收费 如此方便的就医条件 大大解决了老人就医难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社区医院 会选择建立在托老中心的二楼呢 我们之前不是在 我们是在下面 他们有那个老年中心的后院 我们都站在那里来 然后和他们 为了方便更好 方便我们老年人嘛 因为我们那里 和他们直接连接起来 连的一个门 和他们连接起来 不需要走外面 直接走电梯 他们可以随时过来 随时过来 那我们的这个服务站 能给老年人提供什么服务呢 首先我们给他建立了 一个健康档案 每年给他们做 全面的一个健康体检 然后平时 都要给他们做一些 一些免费的一些服务 反健康讲座 根据他们的情况 身体状况 做一些生意的一些 健康知识讲座 就是让他们了解自己 这个病是怎么得起来的 平时饮食 那个控制 或者那个锻炼 有些生活习惯都可以改变 那对于这个医疗上的收费 怎么收费呢 反正我们是 对他们的身边 挂号费 挂号费 治疗费 治疗费 然后直接收他们 药钱的信用 只收药钱 他们有钱可以跟他们保障 他们不是有医保保障吗 可以跟挂医保 那如果像这个定期体检 这些的收不收费 不收费 住在社区养老院的老人 可以得到较好的医疗服务 可是在社区 还有一些选择居家养老的老人 那么他们也能享受到 社区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吗 92岁的养毒中 一直与老伴住在新医社区 今天我们到他家去看一下 爷爷奶奶干嘛呢 看电视呢 看电视 平时就爷爷奶奶两个人 一块住吗 一块 两个人 就两个人 爷爷今年高寿啊 92岁 92岁了 那平时就是买东西啊 什么的买生活用品 什么的方便吗 方便的很 他说 社区帮忙送去了 哦 社区帮忙送 这个是什么呀 社区的呼叫器 呼叫器啊 那这个 你开吧 这个怎么用啊 他找他给你 按按按的 这样 一按就可以了 那这个大概多长时间 能够送过来啊 很快很快 很快的啊 那效率到底高不高呢 爷爷刚才已经按下了 这个呼叫键的按钮了 那我们记一下时 看看这个网格员 究竟多长时间才能够送过来 在等待的时候 老人告诉我们 儿女们都不在身边 自己能做的事情 就不麻烦社区 但是遇到身体不舒服 就会通过呼叫器 让社区工作人员帮忙 请社区医生出诊 您也会跟人员按一块 哦 有人敲门了 你好 你好 您是 我是小区的网格员 暂停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手机上的这个计时器 跳到了两分二十八秒的时候呢 网格员来了 然后我按下了暂停 效率真的是非常高啊 你们刚刚也是接到了 爷爷这个呼叫器的按钮的 那个机器是吗 对 我们社区已经有一个 呼叫器按钮上了 我们查询了一下 都是这个 阳爷爷后的呼呼不通 觉得你们这个 社区的一个 呼叫器的一个电话 就像我们二十八秒 有啥子需要我们服 需要 谁需要孩子服 爷爷给我送 就是要算了 要给我们送出来 就看你们都送 您现在第一时间来 确认一下这边的状况 对 然后如果他们需要孩子服 比如说他们现在需要 社区医院 我们得给他们打电话 让他们送给我过来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老人只需要按下呼叫器按键 社区服务中心 就会及时上门 提供医疗帮助 这也正是他们 选择居家养老的主要原因 通过这几天的采访 对于这两种 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 我有了大概的了解 如果选择在社区养老 它的优点是价格比较低 但是社区医院的 医疗条件毕竟有限 它更注重于养 如果选择在轻杠护养中心 虽然价格比较高 但是您可以享受到 全方位的医疗服务 无论您选择在哪养老 最重要的还是让老年生活 舒心 开心和放心 好的 感谢您收看 这一期的走遍中国 如果您要跟我们互动 请参与我们的互动平台 央视影音 走遍中国新据点 与我们交流 也欢迎您提供 宝贵的节目线索 感谢您 我们下期再见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老人 他们为什么愿意放弃 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而留在北海过年 他们之间将会发生 哪些精彩的故事 来一起给你聊 在养老方式呈多人化趋势的今天 异地养老还能走多远 敬请收看 走遍中国 今年过年不回家